开心拿着热腾腾的金牌 台湾举重女将林紫棋 被教练视为是今年人穿亚运的秘密武器 果然不负众望 成功为中华队夺下第二面金牌 展现寂静四座的实力 这一年教练也给我很多不同的观念 她希望我成为台湾的秘密武器 那我们都是很压制的在做训练 其实这一场比赛已经准备了一年多了 林紫棋准备了一年多 这回在亚运参加女子63公斤量级赛事 已抓据116公斤打破亚运纪录 停据145公斤 总和261公斤 耿双双打破了世界纪录 其实在亚运摘金之前 林紫棋就曾经在全运会和亚锦赛中 举出金牌展露头脚 为了挑战极限 去年9月训练时 一度造成右腿肌肉撕裂伤 但也让林紫棋有时间停下来 调整身心至完美状态 其实我休息整整一个月就是没有在训练的状态 也没有说给腿部做训练 也没有给自己做身体训练 反正是每天都是看电视 睡觉吃饭这样子而已 那一个月的时候 也有心理医生跟我谈过 让我由心理去出发 不要再去给自己增加恐惧 当然停下来的时候 我就会发觉是说 对未来的训练哪边欠缺了 然后教练也跟我提点了很多 本届雅运林紫棋和许淑敬双双夺下金牌 一路看着他们成长的教练 蔡温毅最有感触 这次哇两斤了 不要害我掉眼泪 我非常高兴 为我们国人感到骄傲 林紫棋今天终于熬出头 我希望他今年差不多 二十五岁 我希望在两年后 二十七岁的时候在巴西 他能够好好更稳健的表现 今天他应该挤这个重量 还有一点空间 蔡温毅说 两年后的巴西奥运 是大满贯的最后一关 希望许淑敬 林紫棋 还有郭信淳三位子弟兵 能够继续努力拼 举出自己的巅峰 也为台湾举下三面奥运金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